欢迎回到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带你挖真相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 是新闻火线人物 一位是人称黑心房东张小姐 在我们的现场 另外一位是出来 说科匹的公宅政策 会拖垮房价的我们的陈主任 陈主任他的主张是说 年轻人公宅要住 应该住远一点 不应该住在精华地段 等一下我们要请两位 继续来跟我们就大家关心的 居住正义的问题 继续深入讨论 好 刚进广告之前 张小姐我们聊到了 刚刚C小姐指控说 你闯入她房间 这个有备案记录 说只是暂时住在套房 你说没有多收你钱 但是她有汇款记录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基本上这个部分 她住 你现在要问的问题 我要问你说 针对她的指控 你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从亚房变到套房 多花了好几百万 但是她因为可能经济上有点困难 所以不付也没付了 她说她已经付了一万块 是套房的价钱给你 所以我就说 我们的套房是一万五 一万五 所以我就说那就算了 所以那一万块差了三千 张小姐 是设备坏 不是 现在包含Swain 包含律师刚刚都提到了一个重点 关键的重点是说 今天我合同跟你签的是亚房 你甚至连这个要求 你都不应该提出来的 六千块八千块 你怎么可以去跟她要求 一万块钱的这个房间 不是 我没有跟她提 因为我们的费用增加 但是她就像你们讲的这样 我就同意了 不然怎么样呢 就这样了 也没多付一分钱 反而等级提高 因为本来你就跟她亚房就好 你不应该说我怜悯你 所以跟你套房 她造房 造房 我没有说怜悯 Sorry 我没有说怜悯 就是我也遇过说 我的房东把套房 亚房改成套房 可是他会等所有的 例如说那一层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学生 会有寒暑假 那我们的约可能都是签在寒暑假 他会等约到了之后 才去动那个变更格局 所以嘛 因为他会说 如果我现在改成套房的话 我跟你的合同要怎么走 我的房东就会有这样的sense 这样也才比较合理 约到了才改 才能叫人家去住 像你人家没有钱 住的是亚房 你突然改成套房 那人家现在该怎么办 张大姐 我现在呢 我要帮这个C小姐问一个问题 今天呢 如果她出示了 这个所谓的汇款单的记录 的确有汇一万块给你 如果呢 今天 这个警察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你们去派出所的 这个报案的相关记录 也证实 您的确有进过这个房间 你可不可以就此 不要再缠着她 赶快就让她完成房子的点交 不要再让她 还要再去录 所谓的别人的这个录音档 这样可以吗 没有 OK 这个我先讲 退款 退屋 跟所谓的录音档是两回事 你有没有请她去录 别人的录音档 我请她的是帮忙 她可以不要 这个事情跟这件事情 请问有什么关联性 你刚刚讲的是说 你要录音档 你要不要 你愿不愿意 如果这件事 这些他讲的都是事实的话 你可不可以就放了它 赶快大家一刀两个劲 基本上 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 你把我设备弄坏 你就应该要赔偿 我已经跟她讲 只是她没有说 那她要说跟不说是她的自由 这跟录音档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已经讲得很明白 录音录录音 设备录设备 对不对 基本上这有什么关联性 刚才那个张老师讲到一个说 我请那个房客去录 他不要可以拒绝 当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他当然可以拒绝 如果这个行为 如果本身是违法的行为 你可能就叫说了 他是不是违法的行为律师 他是不是违法的行为 如果你录的是人家房间里面 你是非公开活动 你去录人家引 怎么可以呢 这有没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而且如果那个 另外那个隔壁房客 如果隔壁房客 你还没跟他终止租赁 他租赁权还在的话 你也不能随便接人家房财 何况是 他是隔壁房客 我们现在焦点 今天张小姐 要这个C小姐 去录隔壁郑先生 这件事情 有没有妨碍秘密 他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我觉得他可能有教唆的问题 有教唆的问题 所以你在教唆他犯罪咯 没有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个部分 当然律师比较清楚 我的原因 我已经跟他讲得很明白 我说这件事情因为呢 第一个 夏小姐 我帮助他拿到补助 他跑了 没人可以证明 再来 郑先生 也是一样准备呢 霸占房屋不还 好 你想到郑先生 我先来问一下 C小姐一个问题 刚刚房东张小姐说得很清楚 你可以拒绝 因为他 当然 要你帮他录音 你可以拒绝 你拒绝了是不是 如果他拒绝了是不是 你们就可以赶快切干净 房子赶快点家 我们本来就应该救房子 如果你破坏我的房子 就要处理哦 不不 我们现在讲的是 中止合约 当然 当然 你愿不愿意拒绝 拒绝啊 愿不愿意 愿意啊 好 他在节目当中说他拒绝 OK嘛 那我们就针对房子 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是不是这个房子就 搭中止合约赶快点家完 你就让他 想去住哪里就住哪里了 所以嘛 我们想嘛 正常的房东会因为 房子不要出租我 因为没有跟他把设备 他把我设备弄坏 到现在我把他讲完再换您CUE 好不好 他把我的设备弄坏 我宁可房子空在那儿 我已经空多久了 他破坏了你什么东西 马桶 C小姐破坏你的马桶 你有话要说 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破坏你任何东西 所以嘛 你都永远说没有破坏 包含之前的厨余在里面 人家都证明了 我们针对马桶这件事情 好好地说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破坏马桶 你是指控的一方 你要举证 所以嘛 我就说嘛 为什么呢 我今天呢 才又去一个官司 也是人家也是好好的 因为房间 张姐 我们针对C小姐这个房间 那当然有啊 不通 包含它也不是第一次破坏 第一次的部分就已经有破坏 水电师傅就已经说了 那个是人为的残渣倒进去 张姐 我说的是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说 那是照片嘛 破坏 那是照片 那照片是结果 但是它是行为人吗 所以当然是行为人 房间我们录音档收音 你有没有带照片过来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他这个房子 所以我才说 他的部分 我为什么之前 有没有照片 在手机里 有照片 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您可以找一下 我们请这个张 C小姐说一下 他指控你破坏了他的马桶 导致堵塞了大家 不能用造成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两个月没水没电 我是要怎么用马桶 你可以把东西倒进去 造成堵塞 之前也是一样啊 请问我怎么到 所以我不知道嘛 大家就是你问律师好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轻眼在你房间 好 这样子 中监视器不是吗 张大姐麻烦您 现在在我们谈话的空档 您把他房间的破坏的照片 找给我们看 然后我要请教一下律师 找得到 今天房东指控房客破坏他的器材 到底他应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还是他应该证明你破坏我 谁该证明 当然是房东啊 那房东 那请问一下怎么证明啊 房教授监视器吗 才能证明他住在里面 那怎么办啊 房东本来就是要证明房客不违反 那明明就是你这一件不通 那我怎么办 那我们房东很倒霉 怎么 庄监视器怎么证明 等一下 张大姐 其实我们也试图来帮助你 理清一些法的观念 我们请律师来告诉我们 正常依法来论法该怎么做 对 怎么做 房东该怎么做 举证责任绝对是在那个房东 房东的身上 那我们就要被欺负 OK 好 请 何况房租赁标的物的修缠衣物 也是在您身上 但是不能是人为破坏吧 那永远就破坏 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不是 责任就像律师书的 应该在张小姐 如果是管线我认同吗 不是 没有 我昨天有跟你讲过 你再不该装码头就装码头 那个码头自然没有多久 它就会堵塞掉 因为你是把亚房变套房 这个是正常的结构的东西 而且你是房东 你本来赚了人家的房租 就必须要维护那东西 在正常使用之下 你又没有办法举证说 是他弄坏的 所以你应该要 就要退房子给人家财队 你怎么可以这么霸着 不让人家退呢 张小姐 现在问题在于说 今天如果法律上规定说 是你指控的一方 你房东应该去举证他 你没有办法举证的话 你还要继续缠着他 要他赔吗 所以我就说 我房子都没租 我已经损失一个月了 我是阿达吗 我怎么不租呢 你会不会就跟他 他要搬走了 你就让他搬走 你会吗 还是说你不能走 因为你弄坏我的马桶 你还是坚持这个想法吗 我想还是法院来看看 这件事要怎么论断比较快 房东的承认就在这件事 那没有关系 那他站着我的钥匙跟磁扣还给我 然后如果针对这部分 我们可以在法院讲就好吗 因为我这样房子也不能出租 那怎么办呢 好 夏小姐请说 我有证据他说 等我录音档给他 在会计跟我交屋 我有赖的证据 我们来看这句话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来 在哪里 就这边 好 这句话呢 这个是这样写 张小姐说 那可以麻烦你赶快把小胖的东西 就郑先生的东西交给我吗 我要跟他们证明 会计会直接给你 请你赶快把东西给我 不然我就被害死了 会计会直接给你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就亲了 这个意思 对不对 好 这关键的就是说 麻烦你赶快给我 我要跟他们来证明 你给了我之后 会计会直接给你 张小姐 这个LINE在这个地方 你同步也在看你的LINE 对不对 好 这很清楚的 所以我就说他已经误会我的意思说 所以录音党没给你就不退我钱 他已经问我了 我已经正面的回复他 不是 但是录音党你要不要 那不然是什么 录音党是说录音跟钱是两回事 怎么可能录音党不给我 我钱不给你 然后现在我们增值什么 三千五百块我房租都不止这 我不是阿达 我只是觉得一个公理正义 到底什么叫公理正义 我房子宁可不租 如果他今天认为他经济上面的问题 还是坚持 好 三千五我给你 我不跟你增值 我房间的价值 一个月租一万多块 我不租我为了三千五给你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你可能为了这三千五 去找个法国律师 所以不用这么麻烦 今天我们就问一下张小姐 三千五你愿意给他 然后大家就约就走到这个地方 这是完美结果 今天如果能够在这地方 你也愿意 他也等到这个结果 大家不是功德一见吗 所以我的意思 所以现在我就 你举圈的意思是说你同意 不是 我要举差 你举差啊 我举差 等一下 基本上我 第一点我要讲 我的房子的价钱 都不止这个 当然这是我嘛 跟这无关 当然有关 这跟这无关 但是问题是 他只是想解约 可是你计较的是 三千五百块的赔偿 你要给我算得清清楚楚的 不是 我是要让他知道说 你不要一直破坏我的东西 而且不要一直带不相干的人进来 我已经一阵 跟人无关 好 跟人无关 那怪怪我东西 我就自认倒霉嘛 破坏的照片在哪里 刚才请您找了 有找出来吗 他们好像没有把 他的部分弄出来 我不太清楚 我会再准备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天解约解得这么难 难分又难离 怎么会这样 如果这样子的话 怎么会这样子呢 C小姐不就永远 被拽在这个地方了吗 其实很多人像C小姐 一个是你当然是留证据 当然你该照片的那个 房客都自己要照 然后所有的通话记录 你要有瑕疵就照 重点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退租的话 你一定要最好是写 陈正信长通知房东 不是通知他 通知房东说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我丢陈正信长给你 所以我要解约了 第二件事你找法副律师 因为法副律师不用钱 你用官司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刚刚他也不承认说 去警察局 刚刚也不是什么都不承认 然后既然的话 可能只有官司见 为了这3500 我觉得你可能要跑一趟 帅大哥 我觉得蛮讶异的 因为我真的管了 房子管了太多 从来没有诉讼 我简单的讲啦 真的诉讼不划算 有时候押金两个月 他失业六个月 后面四个月没拿 我会去告他 告他要告六个月 只好好好跟他讲 有班走就不错了 钱能姐姐都不是问题啦 就我们屋主有钱嘛 他是穷人嘛 有时候就少收几个月 我后面再赚 真的不要打官司 打官司很累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 租房子租出一肚子活 那房东觉得我度了奥购 可是租屋客觉得说 我遇到了坏房东 各执一词 今天在节目现场呢 要针对张小姐来发问的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的房客 猫猫 猫猫今天带来什么问题 张小姐就在你面前 你要问他什么 我是去年四月在那个 一样是在租屋网上面看到的房子 那当初是看到一万块的房子 那因为其实离捷运站近嘛 那我又急着要搬房子 我就跟他约了时间 那我们当初约七点左右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是等 等了很久 那等到后来就是看房子 我那时候是去看福音的房子 那福音那边其实 我进去的时候 二楼是完全没有任何房客入住的 所以我二楼房子我全部看过一遍 看完之后呢 我问他说 那不是有一万块的房子吗 那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下 一万块的房子 他就说 不好意思那一万块的都是在三楼 那三楼已经全部通通都出租了 你看着网路 网路告诉你说 租金只要一万块 所以你来了 因此你就直接就要找 这个一万块的房子 他说不好意思 走料料 然后呢 后来就是我就想说 好吧那我就看一下二楼的 那其实看二楼都是一万四啊 一万五啊 两万块的 那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就是 因为我是才刚出社会 我刚毕业没多久 那说到两万块 我真的就是有点勉强 那后来就是看好一个 一万四的房子 那看好了之后呢 其实价钱上面 我真的还是很犹豫 那后来张大姐 他其实他也是 其实这一点他是有为我想啊 那他是跟我讲说 那我跟他签一年的合约 他把我价钱压到一万三千五 然后我就说好 那如果说之后 三楼有房客要搬走 那随时我都可以搬上去 那价钱要改 要压低都可以 那我就想说 OK那我既然我急着要租房子 那一方面又是 我有养宠物 那我也不希望说 宠物影响到其他的房客 所以应该说一开始 你期待能够租到 他一万块的房子 可是租完了 最后是一万三千五 就住下来了 不过有些事很奇怪 你说你从头到尾 你没有拿到合约啊 没有 怎么会这样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 因为我自己是第一次租房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 有合约这种东西 那我当初也只是签名 签完之后他就收走了 所以你从租到退 你住了多久 我住两个礼拜而已 两个礼拜 然后都没有合约 没有 好 麻烦就麻烦在他从头到尾 第一次租房子 然后没有合约 没有合约之后 你怎么白纸黑字 你要去追索 权力义务就有得灰了啊 所以你后来麻烦就在于 你住进去之后的第二天 开始发生对不对 对 说说看 我住进去第二天 其实因为浴室 大家都一定会用 那我用第二次之后呢 我就发现 他墙壁竟然开始掉漆了 那我看到掉漆我当然会慌啊 我想说会不会到的时候 他说是我 我破坏他房子 不是 你去看房子的时候 他的屋况难道你没发觉吗 看的时候当然都没有看到啊 那是他拖了水之后 就发现他开始掉漆了 这个是发生在你住进去多久之后 第二天 住第二天就发现房子有问题啊 对 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天就是这个拖漆的事情之后呢 其实我有在跟他们的 所谓的公务单位反应 那其实也是反应了两三天 然后他们上来看 就说这个没有关系啊 那不会影响到 那我当然就讲说 那你们要帮我证明说 这不是我弄坏的 这是就是你们本身就是这样 他掉漆了 那他们说好 然后后来又过了几天呢 就是我发现洗手台会漏水 刚刚是掉漆 现在是洗手台开始漏水了 那因为我洗手套下面我有放猫砂 会影响到我的那个就是猫咪 那我也是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大概打电话打了三天吧 都没有人来处理 然后我是直接到他们楼下 施工单位的公务 请他们上来帮我处理 他们才上来帮我处理 对 所以你请房东处理 他没处理 让你拖了多久等多久 大概三四天了 就是在那一直滴水一直滴水一直滴水 拖了三四天没来 这个房子你就越住越不安了 后来呢 后来其实像我们 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还蛮喜欢用电脑网路的 那他在租网上面是说 我们网路有100枚 但是其实我用了之后 实际上只要这一层楼 有任何一个人用网路 那我们就是一直断网一直断网 那这点我真的很不高兴 那其实我那时候也是一直打电话 跟张小姐反映这个问题 有处理吗 到我搬走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好 你前前后后住了六个星期 然后当你起心动念决定说 算了这个房子不能住了 你告诉他你想解约 麻烦来了是吗 是 那像是 我那时候其实我是四月底的时候 跟他说我想要解约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住得很不满 四月底你已经住多久了 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是四月初签约 但是我四月中我才搬进去住 对 那我四月底的时候 跟他说我要解约 因为我真的很不能忍受 就是我的左右邻居在做什么 我都听得到 我的楼上邻居在做什么 我也听得到 那我也跟他讲说 我真的很不能接受这一点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解约 但是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要解约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所以今天这个房子你住到后来 会越住越心坦 就是因为 听说你上个洗手间 几乎整栋的人都听见了 对 那隔音已经变成这样的程度啊 其实这不是隔音的问题 是洗手间是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上洗手间 他冲了马桶 我们整栋楼的马桶 就开始噗噗噗噗噗 一直冒气泡 奇怪耶 不同样的人 都cue到马桶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后来其实我那时候 要解约之前 还没有要解约的时候 我有到楼下去询问我们的那个 刚刚所谓的那个黄多黄经理 那他那时候是跟我亲口承认说 是他们的马桶管线有问题 然后他跟我讲说 会在他们一楼完工的时候呢 再一整个重新装修他们的管线 然后我就说好 那这边的话马桶的事情 就麻烦您处理了这样子 那当然后续可能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处理 因为后面我就已经解约 我搬走了 你解约的时候据说 这个后来也是跟张小姐 直接来接洽的对不对 然后解约还不能解 他还要跟你要了六个月的 租金当违约金啊 你们合约上有打这个六个月 这一条吗 其实我真的从头到尾 也不对 他从头到尾 他没看到合约的 对 然后后来呢 后来他就跟我 我就说他六个月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价钱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我们合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啊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合约啊 我怎么知道 合约上面写的什么东西 所以等于是你想解约 到最后那一天 你给家房子住了六个星期 从头到尾没看到合约 是两个星期而已 两个星期 对 好 张小姐 这次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租房子 他要来你这里住 你合约居然没有给他 从头到尾 然后上面写了六个月 违约的这个租金 他说到尾不知道 结果现在要被你追讨这笔钱 好 首先呢 我相信律师就对面了 我们一定会给房客合约 没有给房约 到时候我们要主张说 你违约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我会败诉 因为呢 你没有给人家合约 你凭什么叫人家履行 所以基本上呢 当然有合约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自救会的 当然大家都已经说好了 就是一套版本 其实到法院也是这样 讲的要嘛就是A租B 要嘛没租约 要嘛怎么样 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付钱了 好了 这个部分来 那我不清楚 你看妈妈小姐说 房东说他有给你合约哦 那请问你要怎么举证 你有给我合约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 我问过我们 这一幅营所有的房客 只有一个房客有拿到合约 而且那个房客拿到合约 还是他追着你要 你才肯给 好 那现在给A吗 他已经跟他解约了 他已经跟他解约 还被追讨六个月的租金 来 张老姐你请说 第一件事情 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是哪位 他可不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因为他我就很清楚嘛 我听声音不行嘛 好 那不行 那怎么拿合约 现在不管是哪一位 你只要是我的房客 你应该给我合约的呀 那如果不能够特定对象的话 好 那我只能说 基本上我们当然是租房子 我当然要给你合约 到时候我跟法官讲说 来来来他违约第几项 第几项 第几项 为什么会有没有拿到合约 你没有拿到合约 我怎么主张我的权利 怎么可能啊 我不跟你合约 我有什么好处 而且这个合约 各位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张老姐 我们请这个C小姐 你给我看一下你带来的合约 竖起来让我们导播拍一下 你带过来的合约呢 他岂不是少数有拿到你合约的 如果照猫猫的说法 来 我们看这个合约 合约上面洋洋洒洒 十八条 十八条呢 现在自救会的这些 朱乌克他们说 十八条 我跟你不一样 十八的人 十八的人可能不一样 怎么会有这样子 因人设事的情况呢 那个不好意思 我想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 还有那个单亲妈妈的合约 这是她在 这是张老姐跟她告她 打官司的合约 然后还有她自己的合约 跟我的合约 我们这三份合约的条 就是条例都不同 就是有多的有少的 好 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 需要你来好好解释一下 怎么会同样来跟你租房子 条例不相同 是十八班五亿 十八套剧本来应付吗 好 来 那我就先请问一下主持人 就像第一天你说 不接电话罚十万 请问是哪里听来的 对不起 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合约怎么会 十八个人 有十八个不同的办法 请就问题来跟我们做说明 所以我才说 到底是哪里不同 拿来给我看看是怎么样 拿过来我看看 是怎么可以解释 我们具体一点对焦 六个月 来 我们先看一下 单亲妈上法院 还有单亲妈亲签的在哪里 这两份对不对 这是她上法院 然后这是她亲签 十八条对不对 对 然后这我的 好 这你的 第二张那边就不一样 十八条都怪怪的 所以各位观众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追究这个合约 到底有没有每一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版本的合约 不要讲一个人 就光是不要讲人不同 就同一个人也有两套合约 张小姐刚说她看不出哪里不同 各位我们请导播take一下 在我手边的两份这一边 这个是给法官看的对不对 这一份是张小姐 我给这个单亲妈妈亲签的 各位你可以看到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这边有七个细项 亲签的有七个细项 而在这个给法官看的七项变五项了 你很清楚很明显的 真的很清楚很明显的 张小姐这个衍生出来的问题 是一个文件什么涉及卫照的问题 这个很严重 好 来 这个 这个是赵惠玲的 因为第二张都是她自己加进去 好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看的跟给单亲妈是不一样的版本 请你就这个问题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基本上合约要是正本的版本 而不是影印版本 如果她可以拿出正本我签的 我就可以解释 我现在手上包含电费 可能还没讲到 我手上这些都是正本的合约 好 我们不讲电费 我们就是谈合约 合约为什么法官一份 跟他亲签的是不同的 难道你给另外一份给法官看 你再欺骗法官 不是 不是 基本上他现在拿的这个部分 全部是影印的 他要拿正本本人我签的 而不是你中间 现在软体那么发达 你修修改改 我怎么会知道呢 大家要这样子改 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边要拿正本 你就拿正本出来让我看 好 律师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一个给法官看的 一个是亲签的 那现在就揪在这个地方 今天张鲁姐说 没有亲签啊 在哪边啊 你这个是影印版的 但是我们追根据你 更根本的问题是 卫照文书这一条 这很严重 谁敢卫照文书啊 如果说那个 当然是那个 现在对方那个 张鲁姐一直在那边质疑说 那个陈出户这边是拿不出正本 可是这有点一个 循环逻辑的问题是说 他们有的人 根本都没有拿到合约 你要他怎么拿出正本 所以嘛 大家话就可以随便讲咯 就是所以我为什么 告妨碍民约 要不然怎么办呢 告又变送棍 那怎么办 那都不要讲话好了 不是吗 好 我们看到了 今天整个租屋正义 辩论讨论到这个地方 还是有很多的租屋客 他们有话说 来告诉武器新闻王 我们帮你们主持公道 回过头来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另外一项租屋正义 我们今天的火线人物 陈小姐来到现场 她认为 磕批的公宅政策大有问题 怎么可以在精华地段 设公宅 会造成房价大跌 等一下她要迎向 所有的质疑跟挑战 不要走开 再见